在香港的民調裏面 只有一個團體 是追到林鄭而已 民望等於零的就是警察 難興難递 其實 在過去的 抗爭運動裏面 政府已經對不同的 受到社會尊重的行業 或者專業打壓 醫護 社工 社工 好了 他打壓的時候 誰去做見證 當然是記者 他在那裡的時候 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記錄下 他們看到的東西 這就等於人的眼睛 以及耳目 好 好了 現在 警察一個 零認受的 機構 去選 誰去看著他做什麼 即是說 他是會 令到 香港的市民看不到事情 黑了 我想說 721 831 1111 你數都數不到 沒有 很多片 就是 由那些 傳媒 當然包括主流傳媒 但是 現在 警察主要打擊的 民間的傳媒 是功不可沒 我再說一次 就是一個 在國際社會裏面 屢次遭到譴責 警察 利用警察的殘暴 去鎮壓 香港人 然後又叫 這幫兇手 去根據 所謂 政府新聞署的規定 是把那些 抓到他們 向全世界 揭露 這個 共產黨和警察暴力的 網媒 和媒體 是要他們收聲 喂 零 沒有負分跌 沒有成本 各位 如果 警察可以說 誰是記者 即是說警察可以 掩住香港人的眼睛 掩住香港人的耳朵 很簡單 一個兇手 去選 哪一個去查他的單案 笑死人 聽不聽到 一隻老鼠 去選哪隻貓 抓他 浪費時間 你不要以為 跌到零 沒有成本就可以繼續踩下去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記者協會或者攝影師協會 應該 責無澎大 出來 去做司法覆核 維護 所有香港人的知情權 捍衛香港 已經被佔踏 到差不多沒有的新聞自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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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